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预告当中 纪云和终于发现了天师的秘密 果然是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并不是无坚不摧的 天师的秘密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姑娘 那姑娘的模样跟顺德生的一模一样 也就是因为如此天师才对顺德那么好 一次偶然的机会 纪云和发现了天师的秘密 天师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但是却小觑了其他人 尤其是纪云和 纪云和明知道打不过 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谁知道他给武器上用了什么法术 让天师都拿他没办法 后来纪云和终于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天师的秘密 他也终于知道为什么天师想要这个世界大乱 目的完全是因为自己喜欢的那个女孩 原来她也是为爱而疯狂的一个人物 难怪对顺德那么宠溺 可能是非对错 在她的心里面并没有那么重要 发现了这一秘密之后 纪云和又开始筹谋一切 真的很聪明 有机会就开始策划 他反请小天君派人请自己的先是小蝴蝶出场 让小蝴蝶晴雨软鸟出山 这样一来 长一方面的势力就会更加的强大 他们也会迎来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帮手 再加上之前的空明 岂不是更加厉害了吗 这样的话 他们就更加有机会对付顺德 对付先师傅 这关键的时刻 小蝴蝶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也就是因为这个契机 他才能看到自己所爱的人空明吧 看到花絮中他们两个人是有爱情线的 小蝴蝶有一句台词是 别以为我喜欢你 就不敢揍你 肯定是非常喜欢对面的那个人了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也很深 把青语蓝鸟请过来 确实有很大的胜算 但是去哪里请呢 这是一个问题 在大家正在发愁的时候 男主角常义说话了 或许我知道他在哪 常义在这里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很快 我们就会让那些阴谋 暴虐 背叛付出代价 这里给出的一个镜头 是男主角炼家伦的一个特写 这睫毛实在是太优越了 又长又浓密 看了好几遍 与君出相识更新到了第18集 常义和空明集合了众多对顺德和仙师府不满的御灵师 和势力 渐渐形成了一股对抗力量 他们在18集里 顺利和灵双台附近的青秋一族结盟 常义开始霸气搞事业了 姬云和自从被关后 衣服就一直没有换过 第18集里 姬生宇为他找了一身新衣服 云和终于可以换新造型了 在这个阴冷的仙师府里 姬生宇是唯一对他好的人 可惜结局很悲惨 姬生宇拿来的这套衣服 就是后面常义就云和出去穿的那套 官方已经发了高清的海报 两人真是配一脸 这边顺德还在想抓娇人 得知常义去了灵双台附近 还打算亲自过去见证这场好戏 朱灵带住灵双台的精锐 准备一举抓住常义 却没想到常义早就有后招 空明专门练了一种擒纤阵 应该也是因为这种阵法 让灵双台众人的战斗力直线下降 常义霸气搞失业 表示你们才是猎物 常义他们知道朱灵不会交换狐王 所以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以前的常义很单纯 但他曾经说过 自己是组里最好的猎手 这一段就完美体现了常义的伪劣本领 正准备杀死顺德 为父亲和东海报仇时 张仙石却挡在了前面 这人自从出场就一直不讨喜 没想到他居然会为顺德挡箭 这个情节丰满了一点角色 顺德表示常义不能杀他 否则纪云和也不会好过 常义虽然此时很恨他 但也还是表示 纪云和只有他能折磨 顺德没有这个资格 顺德听到常义说恨纪云和 不敢相信地笑了 可惜这里没有说出来 小说里的这段还在后面 纪云和隐瞒了七年的真相 长义被顺德抓走后 才通过顺德告诉他 常义从朱灵的手里释放了 胡族众人的内单 这下再也没有了估计 这一段常义的动作 那叫一个帅气 清摇施法告诉众人 杀朱灵 灭顺德 这一段开始燃起来了 常义此次不仅要救胡王 还想拿下整个凌双台 顺德他们还是低估了对手 与君出相识里男女主一路走来 有过很多的误会分离 彼此都为对方付出了很多 尤其是女主纪云和 为了让常义获得自由 宁愿被常义误会 后面被关在先师府 受了六年的非人折磨 一直到六年后 常义终于救出了纪云和 在最后的日子里 他都没有说出当年的真相 为何要刺伤他 为何要说那些狠心的话 为何会被折磨成这样子 都没有说 云和怕常义知道了也不原谅他 更怕他知道了会责怪自己吧 后来林浩清复活继云和 他们再次重逢 虽然还没解开误会 但也慢慢心意互通 在一起对抗顺德 守护北京的过程中 明白了自己的爱有多深 但后面在海边疗伤时 被顺德发现 常义为了保护云和他们 不小心被抓走了 那时候的常义 因为之前就施法过度 身体还没恢复 所以才会这么虚弱 顺德已经接近疯狂 打算等纪云和过来救人时 将他和常义一起祭祀 顺德信誓旦旦说 纪云和知道这是龙坛虎穴 也一定会来救常义 当年他貌似把长义推下悬崖 又独自射命相伯 为常义挡住了后面的追兵 顺德把云和隐瞒了七年多的真相 在这样的情况下告诉给了常义 每当顺德说一个字 常义眼里的惊异便多了一分 字字句句 都像在制考住他的心脏 让人难以呼吸 他是那样爱住他 自己受的苦 全都不忍说 顺德都被惊讶到了 常义为了阻止顺德的阴谋 不顾虚弱的身体 又先血凝成了一把血色长剑 拼尽最后的力量 也要和顺德一战 等到纪云和赶到的时候 顺德的力量已经耗尽 被他钉在墙上 常义浑身都被冰雪覆盖 只有眼睛还有一点活力 让纪云和想起了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 纪云和和常义就是这样 拼尽一切为对方好 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还好命运善待了他们 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结局 因为顺德说出的真相 两人的芥蒂全部消散 也终于能说出对彼此的爱意了 这估计是全书里顺德做的唯一一件好事了 与君初相识的女主纪云和 被万花鼓鼓煮林苍蓝炼人为妖 虽然过程中受了很多苦 但连想到后面的遭遇 这个狐妖的身份 却还救了纪云和三次 林苍蓝为了破解先师下的寒霜 决定把玉灵师炼人为妖 因为寒霜对妖怪不起作用 可是这种过程不仅时间漫长 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需要献祭一位玉灵师和妖怪 难度可想而知 叶化纪云和为狐妖 就耗光了青叔和林苍蓝的灵力 第一次是在悬崖大战上 开始纪云和用人的身份对战 先师府人数众多 哪怕他再强大 也双拳难敌四手 当纪云和处于冰死的时候 他身体内的狐妖力量就觉醒了 原助力更惨 全身骨骼经脉禁断 伤痕累累 内丹帮助他重塑身躯 如果先师没有来 纪云和说不定就赢了 这是狐妖内丹第一次救了他 第二次 被关在先师府受了六年的非人折磨 纪云和被长逸救出来后 还没撑过一年 生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长逸把他的身体冰封在了湖中 不过林浩清悄悄过去 拿走了纪云和的内丹 用内丹重新复活了他 给了纪云和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过程 也就是后面的阿忌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 在最终的大战里 顺德的实力强大到可怕 纪云和 长逸 先师三人联手 也只能勉强封印他 顺德还不甘心 表示要纪云和和他同归于尽 否则自己化成风 也要杀死看到的每一个人 纪云和只能选择和他一起跳入熔岩里 这里的纪云和 是林浩清切了他半颗狐妖内丹做成的身体 这是第三次救了他 如果没有狐妖内丹 估计结局就不会这么顺利披了 所以最后这次很关键 看到后面的三次经历 对林苍兰的看法还真的有点复杂 他因为自己的错误 让纪云和受了那么多的苦 还吸收了很多无辜的御灵师 可是如果纪云和没有被炼人为妖 可能在悬崖上就中伤而死了 九路飞香对林苍兰这个角色的塑造 看完全文后感叹写得挺好 对林苍兰的看法还真的有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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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林苍兰的看法还真的有点复杂